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今晚封面通过后,紧接着东北季风增强,天气开始转凉,明6日北台湾清晨的低温约15-16度,中南部的温度也会下降,但幅度较小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,温度方面,明受到东北季风影响,北台湾清晨的低温约15-16度,白天高温也只有20度上下,整天都颇有凉异,之于中南部的温度也会下降,但幅度较小,高温约27-29度,低温则在16-19度,属于白天舒适温暖早晚偏凉的天气形态,而华冬气温约19-24度, 感受舒适 降雨方面,迎风面低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转战雨,中南部山区也有飘雨的几率,被台湾地区民众现意外出期待雨具备用。 据天气风险指出,这波冷空气将在周三减弱回暖,但周四又有一波新的风面及冷空气报道,这波风面及冷空气较强,周四全台都有机会出现雨室, 周五到周六全台明显转冷,提醒留意温差变化,注意穿着。 此外,西半部地区及澎湖,金门,马祖容易有局部物或低云影响能见度,交通行车请注意路况,往返离岛请注意航班资讯。 空气品质方面,明日中部云嘉南高平及马祖,金门为橘色提醒,北部竹苗及蓝为普通,花东及澎湖为良好。